喂 剛才講 二無線在進入一個靜默狀態 烏克蘭現在剛才講的 看起來要進行大反攻了 進行大反攻了以後 就像我們以前無線電靜默一樣 你的所有的訊息你在哪裡 你現在怎麼行動 都要不可以告訴任何人 結果我現在看到了 你居然連JDAM 也就是一種等於說 整合作戰的炸彈 你都用上了 JDAM對美國的軍隊來講 它就是便宜有效又好用的飛彈 我先跟大家講 JDAM有一個power型 加上以後 它可以加翅膀 它可以加空中的導流器 寶哲哥你知道可以飛多遠嗎 又是精準的 GPS導遠 新竹發射 台北就中彈了 80公里以上 所以JDAM到了以後 就用JDAM去對付俄羅斯的戰車 那寶哲哥 一個拳擊手要上場之前 他開始寂寞 他可能叫你兩個不講話的時候 他在培養他的上場的情緒 所以當美國的軍隊的設備來了 然後也開始冰天雪地過了 準備要大反攻的時候 就在烏克蘭 看起來他們的戰鬥的這個鬥志是非常高昂的 然後烏克蘭的這個國防部發出了這個圖 叫大家說 全世界的 我不知道我算不算了 所有評論員 所有媒體 不要講我們怎麼打 因為先前不是美國露出了那個攻擊的時間表嗎 不要講 為什麼 因為所有的我們在哪裡 我們會是誰 我們要去哪裡 什麼時間 都不要說 我們已經做好準備了 俄羅斯現在目前面對個大麻煩 連上帝都在幫烏克蘭 我先講這個好了 很簡單 先看這個是神機 只有電影裡面才看過的 它是一個熱影像圖 有一個烏克蘭士兵被鎖定之後 你看這個照片 它是個影片 很不清楚 但我看了好幾遍 兩個應該是俄羅斯的狙擊手 面對的一個 中間白色亮亮這一點 這是人 兩發子彈打過去 我狙擊手 我要打死你對不對 沒有想到兩個俄羅斯的狙擊手 打出來的子彈 居然碰在一起以後彈開了 所以烏克蘭士兵沒有被打死 這個已經廣為流傳了 這個是烏克蘭士兵 有兩個角度的俄羅斯狙擊手要打他 沒想到 在他的前面 兩顆子彈自己撞在一起 因為子彈會有熱嘛 所以會亮亮怎麼樣 子彈打過去以後 它彈開了對不對 烏克蘭人講說這是神機 因為有上帝之強在保護我們烏克蘭 戰爭需要神機 對 當戰爭有神機的時候 我就勇往直前了 戰爭的神機不是只有一個 他說現在俄羅斯 在烏東跟烏南的一些部隊 他們為了知道說 我們烏克蘭要反攻對不對 開始挖戰壕 你敢挖 你們就慘了 因為俄羅斯的士民去挖了一個戰壕之後 居然挖到之前大批的牛隻死亡的這個土地 結果被炭區病毒給感染了 整個俄羅斯的部隊倒了 因為他去挖那個地 那這個炭區病毒 他可以留存好幾年 十幾年 所以他挖出 這也太神了吧 神機 兩顆子彈打烏克蘭的士兵 就這兩顆子彈自己撞在一起 烏克蘭士兵沒事 第二個是俄羅斯去挖豪宮 挖豪宮挖到死牛 死牛沒有炭區熱 最多炭區 超炭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